这肯定是很多玩家最白感交集的画面 没错 黑暗灵魂 宫崎英高在2011年所推出的系列游戏 在游戏史上可说是经典之一 其高难度的挑战和深不见你的剧情深受玩家喜爱 只要你是个玩家都一定听说过 在各大电话媒体获得最佳九色版游戏的荣誉 宫崎英高本人甚至在2018年获得了 搬给游戏设计师的最高殊荣 终身成就奖 可见我们英高在游戏历史上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人物 这部主要讲述英高的创作理念和个人故事 今天就来跟各位介绍宫崎英高的创作理念 宫崎英高在年幼时期加进贫穷 没有游戏机可以玩 就将书籍作为打发时间的工具 而英高最喜欢的书是Fighting Fantasy的系列游戏书 游戏书是一种可以让读者决定故事走向 具有游戏性的书 而宫崎英高对于成人为客群的书一般的内容都不了解 不了解怎么办 那就用自己的想象力来脑补 让他感觉自己在跟原作者共同创作一样 这也是为什么英高的游戏剧情都是碎片式叙述 让玩家自喜脑补 他也想让玩家们体验他当年的乐趣 学生时期英高终于获得第一台游戏机 也开始玩大量的游戏 大学就读社会科学系 非常热爱游戏的英高 也自然而然地毕业后想玩游戏公司跑 但在现实的无奈下最后到了甲骨文公司上班 毕竟Snews所有时的他发现身边的同事都很投入地在工作 非常喜欢这番工作 跟英高不一样是因为薪水而来这里上班 我也想要一份是因为热情和兴趣而满手苦干的工作 与此同时 英高的朋友推荐给他一款游戏 Eco 古堡迷宗 游戏史上经典艺术品之一 让英高放弃说服自己 认清了制作游戏还是他最想要做的事 但此时的英高已经30岁 对于日本的职场文化来说非常不友善的 让他在各公司面试时处处碰逼 直到遇见了没有偏见与僵化思维的FromSoftware 一开始在设计计算用兵的英高 再次被任命为首席城市设计师下大方一才 工作表现受到社内认可 在制作过程中被提拔为游戏总监 两年内从新人生到制作人 此时的英高想要制作奇幻作品 再次的巧合下 因为公司内部有一个新企划难产 本来就被视为失败制作的企划 却在宫崎英高眼里闪烁光芒 反正本来就要烂掉了 出来之后再失败也没人会说什么 宫崎英高也就很幸运地拿到该企划的总监一职 这款难产的企划正是很多人愉快友善的回忆 恶魔灵魂 在发表后评价与销量不如预期 但在几个月后飙涨并开始向往国外 也就成为了现在大家话题中的魂系列的开始 由于恶魔灵魂的意外大成功 也让英高正式开启了黑魂系列之路 英高说过开发这个系列真的是用幸福又幸运 看来就是指这件事了 他认为又不是当初机战用兵需要一个新的制作人 他也不会有今天 认为最多是运气的英高 同事们并不这么认为 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或许今天真的有点运气 但主要还是取决于他的能力 黑暗灵魂一在发售后大获好评 主要在讲述一名被关押在北方不死院的受阻受不死人被救出后 被告知拥有前往古代驻神之地罗德兰巡礼的使命 在旅途中 玩家会发现自己的使命越来越多 到最后指向了延续火之时代的传火 或是成为黑暗之王的灭火 在剧情设定上 玩家们会发现每一代的主角不像大多作品的主角特别 而是这庞大世界中的随便一个人 都不是曾经的王 他们只是刚好抽签抽到了海军陆战队 身上就多一份传火的使命 就算玩家在最后选择传火 这个角色也是不会有人过问 能深深体会到 自愿当成心裁被世界燃烧 做英雄的事却没有英雄般的待遇 不要说是王位或财宝了 整个世界等你是谁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在这方面真的会让人感受到深刻的无力与压抑 黑暗灵魂与恶魔灵魂 除了剧情之外最大的差异就是装备 在恶魔灵魂 只要你角色等级够高 装备就对你来说没什么差 因为素质都是一样的 到最后你可以不穿装去搞这Boss打 到黑暗灵魂就变成有升级系统 你的装备可以强化 让你的角色升级 你的装备也会提升 但有玩过的玩家会发现 且这效果非常有限 英高说公式有点问题 到最后这个装备系统的效果也不尽理想 在美术与讯息传达上 英高也有自己一套黑暗风格 这风格据本人所说来自于他大学所学的社会科学 因为自己的教育背景 所以让他设计出了有别于其他设计师的独特世界观和叙事 当然也有很多玩家不买帐 认为社会科学怎么能注射这些黑暗压抑的东西 但英高就是英高嘛 你还能怎样 顺带一提 英高已经在访谈中亲口说过 如果恶魔灵魂与黑暗灵魂的剧情没有任何关联 还是对这件事纠结的朋友也没有答案了 对 我知道很多玩家对二代有意见 但英高并不是二代的走迁 所以这边跳过 因为Sony跟FromSoftware想要做一款全新的夹集游戏 所以英高就被调取做了 那款夹集游戏就是富有克苏鲁风格的血缘诅咒 发售后也是大会好评 亚南众手截止是个被诅咒的城市 流传在一种怪兽瘟疫 患者会变成丧心心智的野兽 当然在这种末日 也会流传在解药 许多旅人长途跋涉寻求解药 而出角就是那其中一人 玩家们会发现 血缘诅咒比血恶魔灵魂和黑暗灵魂更黑暗更压抑 在血缘诅咒中 英高加入了更多个人憧憬的因素 在血缘里看到那些令人害怕或压抑的事物 在英高眼中他们存在一种魅 就像是游戏中的野兽怪物 他们在想要释放野兽的冲动 以坚持人类的人性中强烈挣扎 当人性的防线崩坏后 就会化成更大更多缺的怪物 这一家的例子也就是圣职人员野兽 刚刚收到有装备系统 恶魔灵魂是固定数值 黑暗灵魂是根角色成长 不到血缘诅咒 英高又换了一种方式 把数值换成百分比成长 比起之前的方式还要好平衡 也让装备变成到最后都是游戏重要的一部分 在亚南与猎人梦境中穿梭 魂家又再次体验到英高的艺术 高耸的城堡 华丽的教堂 电脑毛骨悚然的怪物 很英高的设定 还有那让人重播无数次的Boss弹音乐 也再次让英高很能知乎过瘾 这里也让公司与玩家们知道了 英高的实力非常强大 因为魂心的大收好评 也不意外的在2014年直接升为Front of the Way的社长 也证明了英高是游戏界无可取代的艺术家 黑暗灵魂3 可以说是大多数玩家们最熟悉也最喜欢的一代 三代也是黑暗灵魂系列的玩节 有比以前更帅气的Boss3 相信大家对深渊监视者 赵通沙利湾 盖尔爷爷等等的Boss非常印象深刻 还有庞大的剧情能让魂心加本费琴忘食的研究 更不用说那些英高型的美术和音乐 这代也也重现了许多玩家的回忆 亚诺尔龙的 洋葱骑士 沮丧的骑士 乔上喷火的龙 还有类似并存一堆中毒和横凡小怪的法兰要塞 当然也有丰富的新内容 绘画世界与环英城的DLC内容也深受玩家喜爱 不仅让魂学家们补足之前的剧情 也分析出了黑暗灵魂世界的结局和之前没有的世界观 玩家为不死人的设定在这一代被更改了 称作为余境 不死人的使命是传火 而余境就是传火失败的不死人们 被燃烧在进口灰烬里的产生之物 继承过去的一切 并且将这个历史化为结尾 也象征着系列的完结 各位玩家会发现 火焰这个要素会贯穿整个系列的剧情 林高对于为什么不是光明而是火焰有一套见解 他认为光明给人一种强烈与坚定的正能量 而黑暗世界不需要这么正面的东西 而火焰给人的是不稳定的感觉 也禁止了人与热 光明与黑暗 生命与死亡的意思 如果你渴望火 小心不要被反噬 这种不确定性更符合林高心目中的黑暗灵魂 黑暗灵魂的系列以巧妙的高难度设计为卖点之一 当然也包括是让他后续作品 林高很巧妙的设计难度 并不是设计难不难 而是合不合理 并不是故意丢难玩家 而是让玩家觉得是自己的疏忽 让玩家觉得 啊 我刚刚没注意到这里 原来要这样子 在失败中让玩家一次次的更熟练 而不是在一条路上 广越对怪了严死玩家 永远都有解决的方法 这就是应高所谓的合不合理 让玩家们在失败后不仅保持了心态 而更有讨战性和成就感 就是这份感觉让玩家们则在高难度的世界中不放弃的原因 此高难度的特点也被玩家戏称为应高的恶意 只狼 原本就叫只狼而已 暗领双死只是宣传语 只是应高看大家好像很喜欢 就把它放了副标题了 这是在魂系列结束后的一个新IP 16世纪日本战国时代末期 剑圣伟兵一行在盗国写战后统治了伟民国 魁仁猫头鹰在战场上收养了一名孤儿 并命名为狼 也就是主角 但在20年后 衰老的伟民再加上内服势力的攻击 伟民国此时接近崩坏 为了从政国家 伟民一亲的孙子伟民弦一郎如走亲子救狼 想透过他身上的不死之力龙蝇来制造不死大军 此时的狼已经是成熟的忍者 他闯入伟民城营救救狼狼 但被伟民弦一郎拦截 主角不但落败也被砍掉了左臂 早已被授予龙蝇的狼 在有佛雕师的古妙中醒来 佛雕师为他装上人一手后 再次前往拯救救狼 与魂系列相比 智狼少了角色设计 装备系统和职业的元素 玩家也不能改变主角的造型 也就是说 喜欢穿一些奇形怪状莫名其妙衣服的玩家们 可能要伤心了 少了以上的东西 也将技能这部分做了更动 在黑暗灵魂 玩家可以自由选择火焰 魔法 奇迹 或是大剑 指剑 双刀 但在智狼玩家只有太刀和统一的技能数 角色的数值一样会提升 但不能照着玩家的意思来点 这点应该有他的想法 他认为忍者就该是忍者 没有其他要素 所以才有技能数和唯一武器的诞生 技能数中的每一招都有他的功用 针对敌人的弱点或是场合来释出 专心成为一名全能的忍者 和黑魂一样 突破后的成就感也是本作设计的重要理念 间谍在此上 智狼特别重视攻略困难的自由度 让玩家在通关方法上有选择空间 通过正面拼刀 暗杀 窃听 等等来打败敌人 你不是武士 你是忍者 为了达到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 再来就是战斗的方式 不再是以常见的扣生命值 而是体干值 用上太刀来破坏敌人重心或姿态 体干值满后可以秒杀敌人 也就是智狼新增的忍杀 生命值不再是重点 而是双方的平衡 这点对于爱好打击感的玩家来说很棒 因为智狼大多都是拿武士刀的人行敌人 在双方拼到的时候会非常过瘾 尤其是在打伪民选一郎的时候 那战斗真的爽快 抓住对手的破绽来实现一起必杀 结合了和风战斗与忍者式战术 为之浪的独特战斗模式 在美术方面 殷高拖以了擅长的中世纪奇幻美术风格 来到了和风 要体现和风之美 凋零之北和燕丽之美是主要的重点 殷高在此也很特别的强调这次的美术风格 相信玩过的朋友们也感同身受 选择战国时代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忍者活跃在这个时代 可战国时代给人的印象是血腥氛围浓厚 更符合殷高对忍者的认知 并且在那个年代 会让人感觉很多古代的神秘事物在流传 从和风之美来说 战国更具有毁灭感 在智狼过后 玩家们正在等待的Elden Ring 将在2002年的1月21日发行 在本作将会有非常多黑魂系列无法实现的内容 和智狼相比 Elden Ring会注重在RPG元素 武器、魔法、作战方式会有非常多选择 战技也不再是绑定武器 玩家可以自由搭配 玩家们期待的角色之定义将在本作回归 和黑魂最大的不同是 Elden Ring会以应高的方式来创造一个开放世界 而Boss战将会是本作的高潮 也不意外的 Elden Ring也将会是玩家们的受苦受难旅程 一样支援多人游戏 并且新增的座器系统 但很可惜的是在联系中无法使用座器 开放世界会有地图 可以自己在地图上做标记 也加入了时间与天气系统 游玩的场景将会被白天黑夜、晴天暴雨影响 应高将会以全新的方式带给玩家不同的游戏体验 神话玩历史故事的部分 也请到了冰云火之歌的小说作者 乔治·马丁亲自操刀 主要讲述受黄金树祝福的间隙之地 这片土地是由半神族玛利卡女王血脉所统治 他们特别受到祝福 是眼睛技术的象征恩宠金色光芒的英雄 而Elderman的破裂眼中失去光芒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被称为吞射者 没有资格抬抬近期之地而遭到流放 主角则是一名被流放的吞射者 为了重新获得祝福 重新踏上近期之地 光明在黑暗中看起来更美 美好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并不现实 死亡是你曾经勇敢活下去的证明 这部影片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请别吝啬你的按赞订阅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